你们有吃光吗 有 这里是新竹县核心国小 一个以物能为主的乡村小学 却是爱护地球行动的最佳典范 学校每周一次的有机餐饮 是每一个小朋友最期待的美味 环保跟有机如果只是口号的宣传的话 它其实无法扎实无法落实 那我们学校的话 在六年前就开始推动有机午餐 跟节能减碳的这样的计划 我想我们要交代学生的就是 我们要尊重我们所在的这块土地 用有机用尊重的一个观念跟态度 去对待我们的土地的话 土地也会以尊重来回报我们 其实这样推行有机餐 无形之中也是照顾到当地小农 在地生产 在地消费 小朋友也非常喜欢吃我们的菜 所以说无形中消费者不断地给我掌声 让我有这个力量从事下去 吃也是爱护环境的重要一环 有人购买无毒有机食材 农员不再使用农药 孩子们也能吃到健康 因果循环最终获利的还是自己 从小扎根的教育环境 相信能为这片土地留下更多的美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